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乱吃啊 近日传出新竹一伙山老鼠集团的首领 何姓男子 不只设下陷阱盗猎台湾黑熊 甚至还跟同伙一起把熊熊吃掉 据报导何姓男子率领不少家族亲戚 组成山老鼠集团 多次在国有林地道伐高价树木 并为邮亲友下山贩售 警方甚至查获出市价约400多万 500公斤的珍贵木材 同时警方也在何姓男子的手机中 发现他与黑熊尸体的树章合影 何姓这才坦诚是陷阱误捉到台湾黑熊 但他又不敢靠近野放 才射杀黑熊并分食 呃...不是 你不敢靠近但敢吃哦 何姓同伙被警方起诉 获得法院交保 但何姓却在交保后立刻人间蒸发 直到近日才被发现 犹如感染新冠肺炎而沉湿山区 再乱罚断池啊